你住這邊嗎? 你住這裡嗎? 沒有,這邊管區啦,沒有看過你 跟你核對一下身份證字號 跟你確認一下 跟你核對一下而已,怕你有沒有被報失蹤 那你住在哪裡?只是跟你詢問一下幸福而已 可以 你跟我講名字就好 你如果不報證號,我要帶你回去查證 你要離開啊,等我們巡邏車 我有現行犯嗎? 你沒有現行犯啊 你說我很蠢 你說我很蠢 你不要把氣 将停靠日本 南韩 印度和新加坡等港口 举行联合军演 也纪念五国签署五国联防协议五十周年 不过这一场处女秀剑指中国 美国的航行不是狡猾 美国的航行是去表现共产党 并保持这些法律 因为那个是 治安的一个重点热点地区 那你可能要进行一些相关的盘查 没有问题 即使是对詹老师 其实詹老师已经直接说 那你跟我去 我要去的地点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跟他去 他要去的地点 显然没有什么 他说两分钟 你如果不相信我 我就要两分钟的路程 对 进行上课 你可以跟我来 对不对 是 其实我觉得我我反而觉得我不是说那么拘泥于在法条上面 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看到这个案子我很心痛说我觉得远警真的需要再教育 否则很多人心情的远警真的真的就完全被抹杀掉 我举例来讲 例如说远警他其实面对的状况其实是很突发性的 我坦白说 你常有很多远警跟我讲说 他第一时间他面对那个歹徒 就是突然一开门 一出来冲撞 他可能枪就拿出来 刀就拿出来 或者说他在零件酒驾的时候 他面对的状况是随时有可能爆发 爆发冲突 所以他们其实执勤的时候非常紧张 但是我说这个就是执勤必须再教育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今天遇到像詹老师 对 他就是很明显一个女性 你 好啦 我我我举例来讲假证 那你提到这个部分 来詹老师 你站起来好吗 可以啊 来我们看一下 来他今天特地 你刚刚特别提到吗 警察怀疑嘛 那怀疑你把你列为一个重刑犯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这是在上个礼拜四在中立火车站被 对我就火车站走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是上周四詹老师的装扮 我那时候穿拖鞋 哦 只差拖鞋而已嘛 对 然后拖鞋 他一个手提包里面都是吃的 然后拿着一个奶茶 奶茶 然后一包就是 手提小的袋子 小的购物袋 所以装扮都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像拖鞋这样 好 就这样子 那他 所以博文 他这个装扮里头 有构成什么的威胁吗 所以我就说你你面对像 第一个像詹老师这样的女性 即使 我说即使退一万步 你也不能够主观判定说 他就一定是怎么样 即使你认定他是所谓的 违法的外劳或逃逸的外劳 我觉得你那个采取的动作 已经预约了 就是说外界或者社会观感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远景就要注意 今天假设你面对就是说 一个假设像我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比较比较 这个大这个体型比较高大的 对对 你当然基于这个捍卫你自己的 远景的人身安全 如果说两三句话不对盘 或者你觉得怪怪的 坦白讲你对他施以大外割 我觉得那社会观感 我现在先讲社会观感 因为你说警察面对那么多 临时那么突发危险的状况 你要他去熟记所有的法调 各种状况 坦白讲有时候 我觉得第一时间 那个执法的直觉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像面对你这样的一个女性 我觉得你用这种大外割 我觉得显然就过头 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 就是远景执法过程上 他的情绪上 情绪上的控制很重要 他有可能 我举例来讲 有可能这个远景 搞不好 他今天可能在外面 已经执行超过十二个小时 可能情绪就不爽 刚好又遇到这件事情 整个火车倒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就是说 我认为为什么需要 博文 管你执行多久 你执行十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说真的非常辛苦 我们从来没有否定 尽忠职守的原警出身入死 你们去抓这些通缉犯 重刑犯的底头 怎么样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从来没有因此 不赋予一丝一好的一个不尊敬 我们到底对你们是尊敬万分 问题是小小的百姓 一个落单的女子 这样一个装扮 叫做我没看过你 要求个资 说真的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假警察 凭什么呢 来姚慧珍 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不合法吗 这样子不违法吗 难道不应该对这个事情有所交代 只是个司法问题 就说因为他的态度状况 我觉得这很里头很奇怪 钟立芬局长 你对这个原警 你可能因为袒护一个基层原警 让十万基层原警 背负一个负面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一夕之间 可能崩盘 你走在路上 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形吗 你也会啊 说真的如果真的是我的话 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除了尖叫之外 我还能怎么样 是 而且尤其是说 其实詹老师所处理的所有过程 都是非常 你说这很蠢 我觉得这很蠢 已经是非常有教养的一种说法了 而且这个 这很蠢是对事不是对事 这件事情很蠢 但是这不因此而放大 你在执法过程 可以愉悦的法律 可以逾越的法律 甚至连使用电话 这个部分 都不让你去行使 所以我都觉得说 其实他已经在 他主观认定里面 你已经是有罪了 虽然他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罪 也许就是他认为 你的态度不够服从 或者是说 他认为你对他 不够毕恭毕敬 但我认为 当然他们可能在执行 其他勤务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这不因此而放大 你在执法过程 可以逾越了法律 所赋予应该有的那个奋计 跟那个分寸所在 另外一个我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 在松山分局这个部分 这个松山分局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他变成是形成一种 官官香味 至于你这个官官香味 阳性景观 是从长期以来 都有这样的积析 而你发现 他有这样的积析 你不往上报 你还没有 这个督察组 这个体骑教官 杨忠立 原来 他不是 他是有前科的 对 这听起来被爆料 目前为止 自己去外面喝酒 喝到水酒 跟人发生冲突 而且第二个是 当你的不管说 他们是不是有错在先 当你的黑衣人 冲到警局的时候 如果你警察的感觉是 你习事宁人 那你看在其他 少来百姓眼中 就是说 天啊 这个黑衣人就够咬 你知道吗 有人弄到你 警察不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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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应该移送法办 这代表着 是不是后面有某一种程度的官商勾结 是不是有某一种连结性 这不是我在乱说 根据现在目前统计成果 从2015年到现在 全台北市的警局 总共有231名远警 因为涉及不同程度的案件 其中最大案件是贪毒 前一阵总裁知道 中山分局有集体收费案 这个才被移送法办 调查局的一个 也是一个基层的一个组长 因为他有去跟那个毒贩 有一些相关的连结 结果明明已经被扣腰的毒品 竟然有6公斤多 就莫名其妙不见了 后来被人家发现 他也是有那个官商勾结的情况 再加上再往前 连馆长陈知翰 知情的一只手表 莫名其妙不见 所以这样类似 层出不穷的封计案 代表着 其实现在警局的这个 所谓的纪律 真的呈现一个废迟的状况 那我认为其实 一个从一个小案 看到一个大案 现在要搞清楚 研究清楚 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文化在里面 要除弊 要从头到尾 彻查清楚 是 谢谢慧珍 来 这个罗医师 包括这个 郑律师要补充 他对你过肩衰 你现在 我看你好像 因为我平常有运动 就是柔软度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身体会自己 可是我看起来 你还蛮瘦小的 你大概 没有50公斤 50 其实我蛮健美的 就是蛮壮的 所以你的骨头 是属于比较重的那一型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柔软度不错 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外伤 一些外伤 我们看一下 膝盖这个外伤 外伤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衣服 可是这个伤势不算轻 这个 他就是 这一定会已经好几天了 对这个也是啊 对不对 对已经好几天了 天啊 然后呢还有 然后这手肘啊 手肘这边 然后那时候这个是整个种的 就是种起来 是是 对 嗯哼 嗯 这样的一个警察 这样的执勤 我们刚刚谈到这些 你身为一个当事人 你 我相信愤怒之外 你是不是有更多的忧心 嗯 当然 我觉得心理保护机制 就是想要忘记 但是我觉得 我把它写出来之后 得到很多人的关心 然后我觉得应该 我 我回家是晚上12点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今天写下来好了 这样 我怕我明天忘记 因为我觉得写下来 是一种抒发 我就是边瞌睡边写 大概写到天亮 大概四点五点 我才发出去 结果到了八点钟 哇 怎么五千多个按赞 然后非常迅速 于是我才意识到说 结果一天就一万一万多 我才意识到说 哇 原来很多人跟我一样 有这样子的经验 只是他们 从来没有说出来 然后因为我教书很久 二十几年 所以我非常多的学生 他们虽然平常没有按赞 可是他们一看到我的贴文 然后我把我自己拍的 还好我自己拍的那一段 没有被删掉 然后我把逐字稿写下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 大家阅读比较清楚 就是这一篇标题 我看你第一次 失去字有的九小时 对 那时候上午已经五点了 对 而且我在写的时候 我斟酌每一个字 我没有公开派出所的名字 我也没有公开他 就是我没有公开派出所 是哪一个 我也没有公开那个 被一名身穿警察制服 其实是警用机车的男人 拉下 问我 我没看过你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干嘛 有没有在证件 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句 对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忘记 他到底问我什么 所以我是说大概的状况 所以对我来说 我把它写出来是 我希望今天就忘记 因为我每天都有很多 课程要进行 所以我就这样写出来 而且我看了很多遍 我希望里面是描述事实 没有谩骂 没有抱怨 没有撒勾血 就是把我客观 因为我知道出去很多人会看 我不能说谎 所以我还保护这个警察 没有讲他的名字 我也没有讲派出所的名字 那包括那个影片 我就把逐字稿也写下来 那我是希望我的朋友们会看见 然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有这样子记录生活的习惯 而且我的脸书是公开的 就是所有我的生活 都是可以被检视的 所以我不会担心 我不怕 所以我没有说谎 所以当他开始按战数越来越多 一直传出去之后 我才惊觉到说 原来那么多人 跟我有一样的遭遇 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 所以现在他们会很期待我 说你一定要继续 你一定要替我们发言 你一定要告诉 你要代表大家 把这样子的事情掀开来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把它当做是我的工作 就是我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 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就说以后跑法院 我要告谁 我要怎么告 我觉得 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他有错在先 他从头就错了 以至于一错再错 包括分局长出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污蔑我 包庇他 包括我再回去新国派出所 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 就星期天 我又回去报案 那我发现很多媒体 非常地支持我 我希望 其实有人说 你不要因为他们第二次去 对待你很好就心软了 我说不是 我之所以第二次去 就是要告诉大家 有多么的荒谬 对 如果你第一次 你的违法 他可以戴上手铐跟脚链 为什么第二次重回派出所 要对你这么好累 虚虚了吗 第二次去 你知道我 我没有通知警察局 我是通知媒体朋友 跟通知我两个好朋友 我说我们这件事情要保密 我是要突击 我要突击去报案 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报案 为什么不去地检署 我说我在哪里跌倒 我就在哪里站起来 我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怕他们 虽然你那样对待我 可是我要光明正大走进去 我要看你们怎么应对 所以我就联络了所有的 关心我的媒体记者 所以我那几天 其实都没睡觉 因为从我发新闻 五点发到早上八点 电话就 媒体采访就一直过来 我从八点一直接受媒体采访 一直到 他们要什么资料我通 那你进去 第二次要去提供 受到的待遇是什么 我觉得我很惊讶是 我没有通知警察局 但是警察局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他们开了大门 然后长官还在那边迎接我 就是我车子一到 我觉得我好像是明星 然后媒体在那边等待我 然后紫插红地毯 对 然后那些圆警 傻花瓣 就是他们已经 我不知道谁通知他 我要来 也许是媒体吧 对然后还有陌生的朋友 还有那个 就是 NGO的单位 他们也都来声援我 就是媒体朋友大概有十五个 然后圆警很多人 然后非常有礼貌 好像迎接我 非常有礼貌 网友提醒我说 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软化 原谅他们 我说不是 我是要让你们看到这个闹剧 荒谬的地方 你们可以这样把我扭送进去 那为什么现在要 对我这么的有礼貌 他们派督察 派了一个女性的园警 让我进到一个豪华办公室 问我说你要喝水吗 请坐 我们派了一个女警 天堂跟第一部一样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 因为我在 你有跟他说包包要不要搜一下 那我可以打电话吗 我要坐这里吗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要走哪里 就是那我需要戴手铐吗 脚流要不要顺便上一下 那我没有故意刺激他们 因为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很厚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我是救世论事 因为我觉得该道歉该下台 说真的 可以就这样轻轻戴过吗 可以不用交代吗 我觉得应该要 因为我觉得我后面背负了 一万六千多个网友的支持跟鼓励 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 这些网友甚至把这位夜姓警员的照片 寄给我 偷偷告诉我说 娜娜老师是这个人吗 我说对是这个人 但我现在暂时不要公布他名字 于是他们也没有帮我公布 只是偷偷在留言里贴 最后到了前几天我决定公布他的名字 然后告诉他们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不能让他们失望 再来就是透过我这样子的事件 是 我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摊开来讲 如果我们社会要进步 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别的吗 而且我以后要打官司 这是我的责任吗 所以我要怎么打官司 导毁公务电脑 大闹中榮派出所的黑衣人 不用移送法办 走在路上 喝奶茶 要被移送法办 还要囚禁九个小时 手料脚靠之前 还要被过肩摔 来 到底不应该有所交代跟道歉吗 来 罗医师 我想刚刚从松山分局的事件 到中立分局的事件 我们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发生在2021年的台湾 一个法治国的架构之下 真的是荒腔走板 那我首先在评论前 我还是要对我们所有 十多万的警察同仁 表示最高敬意 在每天所有的警政的勤务上面 你们都做了最大的贡献跟付出 可是如果我们不要针对这些做错事的人 去做严正的检讨的话 我想人民对国家没有办法继续信赖 对司法不能够期待 对警察更不能够尊重 我认为这是检讨的时候 第一个 刚刚说的 这个松山分局的问题 容许我说 其实这已经快要变成是一个组织犯罪了 我们最深恶痛觉的是 如果犯罪是某一个人犯罪 那我们觉得说 这个人处罚就好了 可是如果一群人 他们有犯意的连结 或是有行为分担 这就恐怖了 刚刚说的警察跟军人 他们有戒具有武器 如果有武器的人 都不尊重自己的专业 不尊重自己的纪律 甚至残害人民 破坏司法 把所有的证据都掩灭掉 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行政调查 他是一个刑事不法的问题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 刚刚提到詹小雪的事情 各位看他揉络的身躯 你可以想象吗 他被过肩摔 压在地上 但他哀哀叫的时候 难道这些施暴的警察 没有去感觉他说 我好像失守了 我好像过重了 他不需要这样对待的 各位他有带任何武器吗 他是旁人大物吗 他不是 他很理性地跟你说 为什么要盘查我 为什么要问我 我在附近工作 我不回过来 先讲法律面来说 第一个 我们知道过去 在我们没有现在的警察 职权刑事法之前 我们是有所谓的这个 警察勤务条例 但是呢 那是87年的老案 20年前的事情 那后来呢 台湾是一个法治国 三权分立架构之下 司法权告诉我们说 立法权你赶快去立法 90年就把法律递出来了 92年6月25号 我们的警察职权刑事法 已经开始生效 开始实行 到了100年 我们还做了修正 所以就法律面来看 其实我们的司法 就已经告诉我们的 行政和立法 该怎么做 那么法律定在那边 又被别人 自己的曲解 为什么我说是自己的曲解 各位 什么叫做 妨害公务 妨害公务的前提是 你必须在执行公务 如果你只是在宣泄你的情绪 只是在行使你的暴力 这算公务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是 如果假设有犯罪 是一开始就犯罪 而这个犯罪 如果是一连串的情绪去诱发 你激怒了别人 影响别人 甚至用暴力去引起 这样算是犯罪行为吗 我们回过来看40面 第一个 刚刚有提到说 在那个当下 警察第一句话说 我没有看过你 各位 如果我没有看过你 就可以当成是 领检盘查理由的话 那每一个警察 站在台北街头 站在台北的捷运 所有人都没看过 这不是理由 法治国不能这样进行的 第二个 他说我关心你 是不是失踪人口 请问我们把第六条 这个警察之间行事 把第六条拿出来 对 符合哪一项 你告诉我符合哪一项 那另外呢 警察说 我是根据那个 第一项的第六款 行经指令公共场所 入断管制站者 各位不要忘记哦 刚刚我们律师有提到说 他还有第二项 你为什么要这样 曲解法令呢 台湾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民众可以让你这样呼嚨的吗 他提到说要防止犯罪 所以呢 第六条就不成立 那么更防了第七条 你没有第六条要件 有什么资格叫人家 把兴奋证拿出来 那就什么 侵犯到人民的隐私 那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 宪法保障什么 保障人的基本人权 自由的居住 迁徙自由 人家要去上课 你不能违反人家的自由 保障隐私 他为什么要把兴奋证 拿出来给你看 更重要的是什么 安宁 生活的安宁 这都是概括的 基本权的保障 这一下子 全部都毁坏了 那我们回过来看这件事情是 当时张教协有没有做出异议 各位 在职权法的第二十条有提到说 有他不理他 就说我不想提供个资给你 你可以跟着我去我上课的地方 如果提出异议的时候 你必须要接受 异议不是他举手说我提出异议 他又不是法律系的 他怎么会提出异议 他说你为什么要盘查我 就是一种异议 这个时候你必须告诉他说 我为什么盘查你 你要有正当理由 你讲不出理由 鬼打枪 继续施系什么 不法的暴力跟侵扰 那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是说 这件事情退一万步说 我们法律里面最讲什么 不管今天有没有宪法 有没有法律 甚至单纯的行政处分 一定要 第一个 比例原则要遵守 这里有没有达成你行政的目的 你说你是要追处犯罪 你在追处什么犯罪 他要去上课 你说最小侵害 你用的是最大侵害 是 最小侵害 跟着当事人走 他也不会事情暴力 如果你担心说有其他同伙 你可以找其他的警务人员 一起來协同 可是你用的是 直接的暴力行驶 把他压制在地上 这是最大的伤害 也就是我们说的 真的用大炮打小鸟 就最后连小鸟都没打到 伤到所有路上的人 那最后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是 我们说的法律横评的问题是 我们常常讲说 你实行一个行政处分 可能会侵害到当事人的一个权益 但是保障国家权益 这里当事人的权益被侵害到了 可是国家权益没有保障到 甚至把他摧毁了 就是我们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我回过来看 就是说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什么 根本就是一个情绪 可能隐控的一个 所谓的施暴跟吵架的事件 是 吵架事件不能用公权力介入 我觉得这是要严重的检讨 一个非常关键性 来这个张老师 你被带到警局 本来戴上手铐 脚镣也上之后 那个时候受到的待遇是什么 关了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是合作 就是说 因为在路上的活动 只有业性警员跟我 没有其他人作证 所以当他通知他的同伴 来把我带走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的同伴 就已经知道我是现刑犯 而且是把我当重刑犯处置 所以这时候 业性警员就跟我隔离了 让其他人来处理我 为什么我说处理 因为上手铐 脚铐 然后把我的物品跟我隔离开来 不准我碰触 然后翻开我所有的东西 找出我的身份 然后调查了我的东西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证明了 我没有前科 我身上也没有违禁品 但是他们还是 不让我碰我的东西 包括我要喝水 这瓶水在这里 我说对不起我好渴 我那时候戴着手铐 脚铐 他们叫我进去一个房间 我不要去 因为我想要站在 有摄影机可以找到我的地方 所以我站在他们办公桌 旁边的墙壁那边 我说我不要进去 我有幽闭恐惧症 我可不可以站在这边 我站在墙角这样 我说我可以喝水吗 我的水在那边拿给我喝 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水里是什么 但他们有给我另外瓶水 然后就给我 那我戴着手铐这样喝 但我手在发抖的 那所有的权益都是我争取来的 我说我可以打电话找老师吗 他说你可以用桌上电话 就是我不能去碰我的东西 所以你在一个诺大的派出所里面 就看到一个女人 就像我这样 被搞得狼狈 非常没有形象 非常没有尊严的 手铐脚料站在墙边 哭哭啼地流眼泪 包括我的 我们排练教室的同学 来看我的时候 他们也不准使用手机 然后我说我做笔录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旁边吗 也不行 包括做笔录的时候 他会问我问题 我说太快 他说你可以讲慢一点吗 这样我怎么写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凶狠 然后不屑 然后笔试我 笔试我好像我身上有传染病 然后笔 我感觉到的是 四五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包括女警也非常凶悍 是 拖鞋脱掉 还要我蹲下去弄你的臭脚吗 这些我都记得 就是 那我说那接下来我会怎样 他说 接下来 我又问说 那我今天的行程是什么 我要 我要知道 那是我的权益 他们才告诉我说 你等一下做笔录 然后你会去中立分局 你会被 什么 按指纹 然后 然后呢 我说 然后 就去地检署 我说 我非常低声下气 因为我的老师跟我说 你就配合他们 因为他们有可能 要激怒你 让你精神爆炸 然后再证明说 你就是一个暴力犯 所以我每一句话 就爱声 就是低声下气 那奇怪 之后呢 去地检署 然后之后呢 又开庭啊 我说那会到几点 不知道 所以我在中午12点以前 就通知我朋友 说我今天的行程 之后我到12点 12点之后 就不能用手机了 因为12点 就离开了派出所 去中立分局 我就被拘留 就按指纹 然后拍犯人照 然后躺在拘留室 两个半小时 之后再被警车 再送到地检署 以现行犯 就进行侦办 那我离开地检署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6点15分 那这中间 移动的时候 都戴着手铐 脚铐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手铐 脚铐 是出现在 中立分局的大门口 因为我们下了警车 我想路上的人 会看到一个女生 手铐 脚铐 这一定是重刑犯 因为我在机场 曾经看到这样子的犯人 我也不好意思看他 因为我想他是重刑犯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把我当重刑犯的 这个行为是要 故意羞辱我 因为以我的 这个一句话的 假设我那一句话 有侮辱 不至于到重刑犯的程度 我必须有攻击 所以后面的整个行为 就是要羞辱我 给我一个教训 前面是要欺骗我 他们把我当无知的百姓 所以骗我说 对 你就是这样 要恐吓我骗我 把我骗进警局之后 就羞辱我 但他没想到 我会提出 提出反击 我会记录下 你去告诉 只是因为 你这样的做法很蠢 所以警察 建设重刑犯 是这样子吗 来 中榮律师 我刚刚特别提到封评 在封传美的封评里头 警察不是蠢 而是非常蠢 他说在上周里头 你当人民保姆的警察发生两件事情 所爆发的争议都不小 一个就是 那个罪警 就是这个杨中立 这个 松山分局的警察督察组的 体能技术教官杨中立 因为喝醉酒跟人家爆发冲突 黑衣人闯进派出所 意外造成公务的毁损之后 最后竟然在警察分局的门口 来看这个画面 我们看这个画面 警察分局门口上演握手严可的戏码 第二个就是远警路边盘查 这个李老师 未果之后强行压制 李老师戴上手铐 让他失去自由九个小时 两件事情 其实过程迥异 但是都严重影响到警察的形象 跟执行公权力的威权 罪警跟黑衣人的冲突之事 是警察糊涂 因此罪警是有错在先 让一整个警察局 陪上了生育跟公权力 那这个阳性的罪警跟人冲突 是行为不减 他得自己负责 警察局却放任 拦不住黑衣人闯入打人 还破坏公务 那是一整个警察局的散漫 案发之后 竟然可以找出恰巧停电 所以监视器没开的理由 回避公开真相 据此来懲处 甚至选择在警察局门口公开和解道歉 好蠢到连该演哪一出都荒到媒体了 就是这个标题 他说警察不是蠢而是非常蠢 詹老师到底做错什么呢 来 郑律师 我要提醒那个詹老师 他真的是很勇敢 我觉得他这个案例 应该当这个警察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案例 法治教育不够 另外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在美国 那个警察局会赔到很惨 所以你还在补一个国家赔偿 我觉得国家赔偿不是为了要钱 是要给这个警局的教育不够 训练给他一个好好的教训 那刚刚博文兄在讲说 警察的教育我认为说 警察教育要做到什么程度 像这种执勤第一线都是要立即反应的 你要教他说 看到什么案子马上反应 那这个案子刚刚我补充了 惠君讲的 90年民国90年大法官535号解释 在讲警察固然他在公共场所 他有盘查的权利 但是他盘查一定前面要有一个叫做什么 可疑的原因或激症 这个案子你不会因为我不认识 就是变成一个可疑的原因跟激症 这个案子完全没有之下 他连盘查都不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讲了这么多法律的意见 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说 一定要可疑的激症 你如果没有任何可疑激症 警察不能跟你要身份证 要这个都不可以 第二个是什么 好大法官535讲的这个是说 如果你有可疑的激症 我来跟你要你的身份 你不讲的时候 警察只有一个权利是什么 我确认你的身份 但是确认身份有需要上手考 过肩衰 脚疗吗 确认身份有很多方法 看身份证是一个 问你的手机 你问一下朋友 这都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整个执法的过程 完全是违法 不及格 那我相信说 这个案子应该当好好的案例 所有的警员都要了解 是 谢谢这个詹老师 再次带您回顾这样一个现场 说真的 必须要严肃的态度来面对 今天非常谢谢 包括了郑文龙律师跟詹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不管是我们的远警执法的偏颇 或者是包庇罪犯 或者是黑白不分 那么从松山分局一直到中立分局 我希望警政署 你如果都已经看到松山分局 所背后所呈现的问题 都道歉都调止 那挺不下中立分局呢 该不该有个交代 难道不应该道歉吗 难道不应该严肃态度来面对吗 那加入讨论 包括了石板老师 还有前空军副司令 张艺挺张将军也加入我们讨论 那石板老师 由詹老师当中 看到另外一位女子赵婷 赵婷因为说了一句叫做中国很多谎言 结果竟然被封杀 在昨天第九十三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当中 在这个加州的洛杉矶登场呢 由于在今年遵守这个高规格的防疫 让典礼的规模缩缩水的过程当中 不过让少数族裔大放异彩 中国充斥的谎言 这是华裔的导演赵婷 他不负众望 以电影游牧人生 成功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奖 包括最佳女主角 三项大奖 堪称最大的赢家 帮助在全世界其他的一个奖项里头 发现2021年是赵婷年 华裔之光全球瞩目 可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的中国 他是黑五类 为什么呢石板老师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习近平 问政权出现的最尴尬的一个问题 就是赵婷其实他是体制 他父亲是过去是首都钢铁厂的总经理 而且还做过国防物资公司的总经理 国防物资公司是军方的 而且是高官 所以他父亲是一个属于体制人 他的继母是宋丹丹 也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也就是说他在中国 也绝对不是一个反体制的家庭 而是一个既得权益者的家庭长大的 但是他比较反叛 他因为在七八年前 有一次接受采访中说我生活的国家 到处都是充满了谎言 就因为这一句话 然后呢就被现在 因为他受奖刑被翻出来了 翻出来我觉得呢 现在中国是就是他 包括他得奖这个新闻 包括所有新闻 在中国网上完全查不到 查不到我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中宣部 因为我和中宣部打交道 他们还没有下命令封杀赵婷 只是他害怕万一 因为这个等于说奥斯卡奖是 等于说电影界最辉煌的奖嘛 这个一定是他们要做出大宣特宣的 一定要发扬国威的 变成一个特宣的一个样板 但是万一这个人 他是一个批评体制的人 我们把他捧起来以后 他掉头逼我们怎么办 所以呢我想呢 他现在呢就是赵婷受奖一事中呢 他只讲一些什么人之初性本善 也没有批评体制 所以我估计呢 中国政府现在呢 他是不敢 他现在观望 我想正在密集的和赵婷的家属 和本人接触 就是确认你是不是要批评政府 如果你批评 如果说你不批评的话 中国我想一个星期以后 可能就铺天盖地宣传 如果说觉得他好像是 对共产党体制有所不满的话 就可能把它压下去 所以说中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习近平政权 他现在因为他的倒行逆施 他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有无数敌人 他每次都要先看清楚 这是敌人还是朋友 我想到现在为止 赵婷呢 应该是没有跟他们合作 就是如果说赵婷在颁奖仪式上 讲几句什么我的祖国好棒棒之类的话的话 我想他今后到中国赚钱的话 是可以赚到无数笔钱 因为这是被宣传 但是我想他觉得这些钱他不屑也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中国最尴尬最难看的状况 那现在天下为中的态势 你知道在制衡中国不只是美国跟日本呢 英国伊丽莎环女王号 也第一次要停靠在日本联合军演 那这是在三月宣布要扩大在印太海域的影响力 当然认为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制衡中国 除了停靠在日本之外 未来跟日本跟韩国都可能 会跟这个自卫队展开这个联合军演 因为根据日本的产情新闻的报道里头 他们都认为英国应该很快会宣布 伊丽莎环女王号 那么前往日本消息 联合军演登场包括韩国同时 我想请教石板老师 那美国日本甚至英国甚至澳洲甚至德国 德国我看到这个相当有势力的绿党 其实对于抗中也是认为 我们应该要持续比较积极态度 这些全球的领导人 是吃饭饮饮没事干在抗中吗 在制衡中国吗 是吃饱没事做吗 所以天下为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势呢 石板老师 我觉得就是真的 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习近平特别这两年 当他意识到自己明年要连任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停地宣传这个 宣传这个发扬国威 宣传挑动民 煽动民族主义 这个民族主义 对外的扩张的声势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不光是昨天的日本的发表的这个外交蓝皮书上 就有再次两次提到中国的威胁 包括南海问题 这些问题 还有海警法 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日本过去上 外交书上都是 大家交朋友嘛 他很少点名批评国家 批评而且跟日本关系这么近的国家 所以说日本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说要和中国对抗 不管是军事上 在外交上也对抗 那么当然说 不管是澳大利亚 英国 现在全世界就 为成一个 就是防止中国对外扩张的 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包围网 那刚才讲到中国国内的 也是 就是像赵婷这种 人就是说 国内的就是 他们叫反贼 就是说 这个 对政 这个 即使他从自己体制内出来的 又是一个跟政治不是很直接观 因为一直都做艺术权嘛 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的权利 从来没见过 这个赵婷发过什么言 我想他那种 就是我生活的地方充满谎言 只是一个 作为一个一般人的感想而已 也不是有意在批评政府 就像这种人的话 现在都有可能变成体制的 对立面的话 说明习近平现在 不管是外患内忧 已经也是非常强烈的 是 习近平的处境 等一下我要请教张艺舍老师 因为在江西视察的过程当中 根据来自于法国媒体 说露出了一丝丝的不祥之兆 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但是我先请教是张将军 因为辽宁号最近在这个南海 甚至在海上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大 跟美军有多次遭遇 结果呢 现在最新的画面里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知名的军事网站 美军的伯克起的驱逐舰 包括马斯廷号 包括这个舰长 梁卡林水柱监扣遼宁号 划出现在传出同型的美军神盾军舰 直接竟然插队到辽宁军舰海上的航行队伍里头 甚至把这个中共的补给舰 干脆挡在辽宁舰的这种舰队之外 来这个画面到底看出什么样的真相 看出什么要端倪 怎么可以呢 辽宁舰这么浩大 这么强大的一个队伍里头 怎么可以动不动 让美国的军舰 给他可以穿梭插队在里面呢 怎么可以呢 对 从这张卫星照片来看 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这是抵近跟肩 抵近 为什么那么近 我们这个这个是卫星照相 因为这是公开来源的情报 它这个宽度二十二公里 因为卫星照相 它是整个条这样下来的 看过来 不是整个广域 它是一条 它通过这个地球绕了 整个是一条 这二十二公里 那这个辽宁军舰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前岛的 这是一个蓝舱军舰 这个比较大 动物型的 这前岛 那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军舰 是这一艘 这一艘 很清楚这一艘 然后这一艘军舰 它前面隔开一个 有个飞弹的护卫舰 这边有两艘 也把它隔开 因为辽宁军舰在这里 这是辽宁军舰 辽宁军舰 辽宁的航母在这个地方 是把它隔开 最后面一个是呼伦号的 综合油弹补给舰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从这一张可以看得出来 我把这个颜色把它消掉很清楚 中共有做应对 它把它隔开 这个是航母 在航母中间有个飞弹护卫舰 然后飞弹的这个驱逐舰 在前方做导引 但是美国派两艘 一个是伯克级的 伯克级大概八千公盾 它还有一艘是神盾舰 万盾神盾舰 它到一万公盾 在这个地方 那美国它做了两个东西 不一样 第一个抵径跟肩 第二个空中又有R7135 R7135的空中侦察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R3135的空中侦察 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整个活动海域 在这里 它是从黄岩岛整个训练的结束之后 通过巴士海峡 进入菲律宾海 寻的这个台湾 东部的海域 大概是400 30到400公里向北 西北航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航机很清楚 这是这是045的航向 往西北方向 我们看每一艘船的 这个船都是往西北的方向 这边是中共的海军的军旗 它这下面的设计是蓝色的 这是美国的国旗 很清楚 公开情报来源是讲的 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距离我们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个宽度是22公里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10公里 上一次的时候是4公里 4千马4公里 这一次是10公里把它隔开了 空中又有RC-135的 在抵近抵近侦察 中共它有一件事 两件事没有做 第一件事情 它不能让伯克级 或者是神盾级的 迪康德洛加级的神盾舰 靠那么近 10公里也是非常近 第二件事情 它没有起飞 千十五的飞机 或者是警戒直升机 没有看到报道起飞 没有 这个上面空域 是美国的RC-135的飞机 它没有做两件事 第一个没有隔开 第二个没有空中做警戒 所以在我们这个程度来看 这个情报完全被 美国通通掌握 这个是4月26号 是 早上九点钟 local时间 就是在当地时间 早上九点钟 卫星照片所拍的照片 我们从这张 可以完完全地做分析 可以完完全地了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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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他的整个的 这八架 这个提纲特洛加级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这点不是那么清楚 美国的伯克级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辽宁军舰 在这个地方 中共的三个的飞弹的护卫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 后面还有一艘的 呼伦胡号的 在这个地方 那这整个是卫星照相 这张看得非常地清楚 那我们看 他的 美国的RCE-135的空中战略侦察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宫古海峡 因为这是拿霸市 这个是一个冲绳的拿霸市 过来 这个是在整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北纬25度 我们台湾大概北纬25度 所以跟台湾同纬度 但是在台湾的东边 因为台湾的军度是122度 到123度是防空识别区 124度是我们飞航情报区 这个地方到达127度 欢迎来说 在我们的飞航情报区外面 3度 1度是60海里 3度180海里 180海里 180海里就是350公里 所以在我们的飞航情报区 350公里东侧 很清楚 哪一个飞机呢 是美国的KC-135 跟RCE-135 空中架已经跟战略集团 所以我们整个态势看得清楚 在巴士海峡也好 菲律宾也好 台湾东部海域也好 这个战略情报 美国完全掌握 是 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说在天下为中 不管中国你动作有多大 但是美国公布这个画面 不只是I'm watching you 事实上我跟你是非常非常近 也告诉等于是中国 你可以在南海自由航行 那我为常不可 我当然也可以在南海自由航行 那这是一个说我可以进行插队 从这个画面公布开来 我让观众看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习近平到底他的处境是什么 他最近视察广西说这个照片 我们看到表情非常凝重 来自于法国的媒体说 有一丝不想感 为什么 他到海南又是到广西去视察 被这个外国媒体发现说 新华社公布了这一张 他表情凝重 挥法苍眼的照片 分析认为一丝的不祥感 他在海南为这个三艘的军舰 我们昨天还特别提到三艘军舰 在售起之后 怎么在广西参观了 湘江战役的纪念园 多少有耀武扬灰的意思 他借古那么玉京发表谈话 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困难再大 想想红军长征 想想湘江血战 来我请教张医生老师 一丝不祥感 然后呢 大家想想 红军长征 想想湘江血战 为什么这么提到 所谓的湘江战役呢 他想要煽动民粹主义吗 来怎么看呢 张医生老师 对面对内外交迫的 中国的这个形势 习近平最近的两次视察 都有很深刻的政治遗憾 今天呢 跑到了广西去视察 告诉大家这段党史的脉络 他是要告诉大家精神的总动员 也像小军所说的 叫做民族主义 但是呢 中共的领导在政治斗争的时候呢 基本上喜欢旁针薄影 借古允金 那我就告诉大家 这里面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份到12月份 为什么会发生湘江血战呢 就是国军对他进行五次围剿嘛 但是呢 中共那时候呢 军事的权力呢 不掌握在毛泽东身上 是掌握在呢 总书记叫博古又叫秦邦县 周恩来 还有第三国际的军事代表 叫做呢 李德 他们采取错误的战略 叫做呢 短处突击 来应对呢 国军呢 强大的兵力 跟碉堡的 所谓的战略 所以才有所谓的 突围嘛 中共叫长征 结果跑到广西 湘江这个地方呢 因为呢 一路流窜 再加上呢 国军豪振以霞 鸿一方面军呢 被歼灭了 将近六万多人 从十万的兵力 变成四万的兵力 所以呢 后来发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两个月之后 中共召开呢 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 就历史上著名的专议会议 毛泽东自同专议会议之后呢 就永远的紧抓着 中共的军权跟党权 这个故事 习近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错误的路线 将会导致呢 全盘皆输 就像是过去有人质疑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战无不散啊 所以现阶段呢 唯有呢 像1935年1月份 所召开的专议会议 全党那时候因为 把军权交给了毛泽东 共产党 虽有两万五千里 长征的胜利 现在全党面临内右交迫的时候 不要对我开第一枪 你们的路线可能都有问题 唯有呢 高举习近平的旗帜 但是基本上才能呢 闯出一片江山 才能度过这一段的危机啊 这是习近平内心 从中共党史想要告诉大家市集 那为什么习近平最近动作很多 我讲两个啊 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了解了 第一件事情是呢 昨天董教授稍微有提到 CCTV居然说陕西的地方啊 没有把脱贫的这个政策呢 给执行好 我觉得这个在释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老共呢 老是喜欢这种区别 中央的路线是对的 领导是英明的 但是就是有一小撮党内 不力挺啊 党中央的政策 或是呢 没有好好执行 各位想想看喔 CCTV掌握谁在手上 掌握在中宣部手上嘛 中宣部谁管呢 黄坤明管的嘛 黄坤明什么人 习近平的嫡系 之相新军的人嘛 他不可能枪口啊 对准习近平 这是给大家 两个人知道的讯息 给中国民众的了解 脱贫基本上不是神话 如果有那个目标 没办法达成 一定是啊 有一些妄议中央 不跟中央配合的人 所做的 第二件事情 这个新闻放出来之后 谁头皮发麻 一定是陕西省委书记嘛 那个不是嫡系 新的陕西省委书记啊 是出身啊 东北人 是第一个 第二个最有确定吗 王岐山的左右手 简单来讲 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 基本上被逮捕了 这给王岐山更重要的讯号是啊 王岐山你想当过去的周永康吗 如果你我都是一条心 王岐山帮习近平打贪 铲除掉许多呢 他的政敌 所以呢 这两个很重要的讯号 再加上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查出来的对比是什么呢 导播妈妈 take近一点 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 毛泽东那时候呢 神态这个非常非常严肃 在黄河边抽的香烟的照片呢 成为中共党史大内宣最佳的典范 习近平装模作样 东施孝平想当毛泽东 一模一样的神情 一模一样的态度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刚才说的追议会议 请相信我过去中国有红太阳 今天呢有习领导 所以中共这些套路 基本上我们看得很清楚 而且呢 他不见得要让全中国人民了解 这是给谁了解了 给在台湾的宇潮老师之外呢 中共所有的高层都了解 我刚才说的典故啦 但是为什么法国媒体认为 他这样的神情 是露出一丝丝的不祥呢 我正在全国都是五十七的 fan 人之初信本山 而我现在还真是相信他们 虽然有时会跟正事 很相似的 但是我一直大概赴美 從趙婷一直到習近平 你知道上次李安呢 大放光芒 在這個奧斯卡頒獎典禮時 臺灣當然也認為 這個是臺灣之光 事實上中國也搶盡風采 認為這是華人之光 可是現在同樣來自於華人之光的趙婷 習近平看起來芒刺在背 全面封殺 中國看不到 香港看不到 澳門看不到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當然習近平從習近平講到趙婷 趙婷又回到了習近平 這兩個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事 因為趙婷是真正的身在 中國內地的一個中國人 他是在了高中以後 到了英國唸書 英國唸書之後到了美國唸大學唸研究所 他是李安的小學妹 所以說他能夠成為第二個拿到 這個金像獎的華人導演 這不簡單 但是呢 這個事情要回溯到什麼地方 習近平最怕一件事 自己人吐槽 這句話其實講得非常的含蓄 只是中國大陸只把那一段說 那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地方 前面講的說 我長大的地方 我童年的時候 那曾經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地方 後面解錄掉了 說謊不是事實嗎 對 他就是不容許講事實 現下為中的態勢非常清楚 美國有跨黨派的支持 日本呢 你知道嗎 菅義偉到了美國華府 拜會了拜登之後發表的共同聲明 日本現在最新的民調 百分之七十四的日本人支持政府 參與台海穩定 他們到底在表態什麼 他們背後就是強大民意的支持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心臟的加油 我們再會